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根據多家香港媒體引述的消息指出 特區政府打算以疫情嚴峻作為藉口 將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舉行 HK01的消息指 行政會議將會在日內審議和通過有關決定 特區政府便會隨即公佈 一旦立法會選舉押後 由今年10月至明年9月 立法會便會出現真空期 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呢 HK01的消息指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特區政府將會提請全國人大決議 臨時處理基本法規定的四年任期限制 給現屆立法會議員延長任期一年 以填補真空期 有關的安排在未來短時間內就會公佈 其實基本法第69條 對於立法會議員的任期 作出了明確的界定 第69條說到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除了第一屆任期為兩年之外 每屆任期都是四年 既然是白紙黑字寫得那麼清楚 任期是那麼久就那麼久 到底還有什麼決議空間 若然要將現屆立法會議員的任期延長一年 究竟有什麼法理基礎 不過也不要緊 因為根據香港基本法規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於香港基本法 就是有解釋權和修改權 到時我們又可以 擦亮雙眼去看清楚 究竟 怎樣來決議法 至於根據消息所說 香港就說特區政府 打算以疫情嚴峻作為藉口押後選舉 這些那麼無稽的原因 連三歲小孩都不相信 連藍絲本身都不相信 只是你說去投票 究竟會怎樣增加感染風險 投票要做的動作 無非在票站外排隊 然後入到票站 拿個身份證出來 領取選票 吸引然後放進票箱 那裏 若然這些那麼簡單的程序 都說會增加感染風險 都要以疫情嚴峻作為藉口 就要押後了 為什麼你特區政府 到現在都不封了所有的公共交通呢 難道市民 走去 乘火車乘地鐵等巴士的時候 是不需要排隊的 一樣要排隊 而且排得很密質 進入到車廂裏面 一樣要迫巴士迫地鐵 你眼看我眼 為什麼你不封了公共交通呢 疫情嚴峻 根本上 你特區政府 拿疫情出來做擋箭牌 完全就是站不住腳 實情你喜歡押後選舉 就押後選舉 現在香港人 好話不好聽 都是肉隨針板上 任你宰割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用不著選擇那麼多花神 說這些借口 完全是說服不了市民 全球那麼多國家都有疫情爆發 又不見所有國家都將他們的選舉押後舉行 當然有個別國家 疫情特別嚴峻 死人特別多 因為醫療系統 完全是負荷不來 比如說是 位於南美洲的玻利維亞 但是那些是特殊的例子 很多西方文明國家 他照樣就是 選舉如期舉行 而且投完票 比如說新加坡 日本 法國 又不見人家取消的選舉 押後的選舉 喂 正如田北俊所說 喂 連美國總統特朗普 他都不會輸打贏 要將美國總統大選 押後來舉行 別人一樣會想其他辦法 就算郵寄選票 他都要做 他都要舉行 你看這些就是決心 說到疫情嚴峻 而押後選舉 這個因果關係 很多市民心底都會質疑 究竟誰是因 誰是果 究竟是因為疫情嚴峻 所以要押後選舉 還是因為 有些人處心積累 要押後選舉 所以千方百計 搞盡腦汁 找個借口出來 就是要疫情嚴峻 而且這個時間線 也是很奇怪的 剛好 你這一天 放風聲出來 說要 押後選舉 在三個禮拜之前 有人拍板 就是要將那些海員 機組人員 雙豁免 可以是免檢入境 就導致了香港 第三波的爆發 那麼巧合的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真是奇怪 當然 就算第三波爆發 第四波爆發 根本上排隊 是不會構成什麼風險 外國有那麼多選舉 都如期舉行 無論是投票 點票 一樣是牽涉很多人力物力 又不見出現那些什麼排隊群組 有沒有人因為排隊 有沒有人因為投票 而是感染了武肺 有沒有這些個案 全世界是一個都沒有 一旦立法會選舉 真是押後舉行的時候 最有著數的 就是特區政府和建制派 一來 特區政府就可以把民主派 所提倡的35家理念 扼殺於萌芽狀態 根本上沒有機會成功 連選舉都停辦 要押後一年 還怎麼35家法 這樣就是等同於用物理的方法 將民主派的35家目標 堆壞 而且還可以避免 運用大規模DQ候選人的方式 來確保民主派35家目標 不能實踐 簡直就是天衣無縫 是不是 二來 押後選舉 又可以避免 在選舉當日 那些居住在大陸 大灣區的那群藍絲 趕不及下來投票 因為現在 那群人下來的時候 又要隔離14天 而且他投完票回去 深圳市那方面 似乎是不買你帳 所有從六路口岸入境深圳的人 一律都是要 就地隔離14天 故此一來一回就變了要28天 變了機會成本就大很多 而且香港又爆發第三波疫情 到底這群藍絲 願不願意下來投建制派一票 都成問題 故此 特區政府若然真是押後選舉 最好處就是政府本身 和建制派 若然這個消息真是屬實 國際社會一定會有回響 在過去半年裏 特區政府就以防控疫情為名 對香港人已經施加了很多不合理 而且沒有科學基礎的限制 例如限聚令 變相使得香港人 喪失了很多原有的自由 例如遊行 示威 集會的自由 在過去半年裏 有沒有哪一次 成功合法地批准過 事實上 就是沒有 而投票這個行為 本身就是非常溫和地 去表達民意的一個途徑 現在特區政府都打算押後 將這個表達民意的途徑 都要倒截了 你說國際社會會不會是注視呢 根據袁弓儀在Twitter上所說 他說 如果選舉延期 英美是不會等到九月 就會立即制裁所有支持國安法 和拖延選舉的中港官員 個人和團體 不是壞事 實際上他所說的事 是否有跡可尋呢 又是有的 昨天 香港電台訪問了 行政會議召集人陳志思 他被問及 究竟特區政府有沒有討論過 要延遲選舉 他說沒有 也沒有聽聞過有關的討論 他這個說法 其實就是透露了一些端倪 他身為行政會議召集人 當然就是要 遵守保密的原則 但是他竟然都說沒有 照計他就應該說無可奉告 以往那個年代 作為行政會議召集人 就不會說 究竟特區政府內部 在行會內部 有談過或者沒有談過 都不能說 但是 他就直接說沒有 沒有討論過 他這個答案 其實就是跟延遲選舉這四個字 完全是劃清界線 撇清關係 而且他昨天也跟金融時報的記者說過 說他本人被外資銀行關閉了戶口 不僅是他本人 他所了解到的 就說特區政府有些高級官員 都有同樣的遭遇 其實他就是向著 這班人 發放的一個訊息 就是暗中告解這班人 這次外國真是看好香港的情況 不可以亂來 是禮真的 至於那班建制派對於押後選舉 亦都不需要怎樣自名得意 因為 今天就不知明日事 今天可以說得要押後選舉一年 一年之後這個選舉會否復辦 亦都是充滿著未知之數 若然到其時中共說 索性連這一場 代議政制的戲都不做了 這個選舉不復辦 建制派就可以全部被人掃入垃圾桶了 因為建制派的價值 並非是建基於自己本身 而是建基於 有反對派和民主派的存在 若然到其時選舉不復辦 這個民主派就自然是沒得玩 民主派沒得玩 其實建制派一樣沒得玩 哪來那麼多維穩開支批給這班人 而分分鐘這班人又要面對著國際的制裁 所以 押後選舉 實在對於這班人 都是有辣有不辣的 好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